谁也没想到 他曾经登上央视春晚宏集一时 却突然消失了 他就是赵本山的徒弟鸭蛋 鸭蛋无论在颜值 身材上都没有优势可言 但凭着扎实艺术功底 在人才济济的娱乐圈占有一席之地 这一点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 鸭蛋出生很苦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他六岁时就跟着父亲学习二人转 小学没毕业就被父亲带到了铁岭 十二岁就正式登台表演二人转 挣来的钱一分都舍不得花 用来偿还父亲以前开二人转剧场赔的钱 小小年纪就担起家庭的重担 比起那些还生活在父母羽翼的同龄人 鸭蛋真的很了不起 从小坎坷的生活造就鸭蛋坚韧不拔的性格 就从他失败的婚姻中就能看出端倪 鸭蛋的丈夫是赵本山最帅的徒弟 也是他的搭档王金龙 两人婚姻一直被外界看好 一口同声说他俩是天作之鹤 并能白头偕老 但是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 因为性格不合 最终不欢而散 鸭蛋并没有因此沉沦下去 相反是越活越年轻 人们都惊讶他是逆生长 现在的模样看起来 还像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一样 画之招展 美帝简直让人认不出来 令大家意外的是 鸭蛋居然被赵本山抛弃了 因为赵本山对徒弟一向严格要求 他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拜师之后 不管以后能不能活 都不能离婚 只要一离婚 那么一定会尽 这条规定似乎很不人道 但所有学徒都必须遵守 鸭蛋红了以后却迷失了自我 与丈夫王金龙离婚 离婚后 鸭蛋的事业发展越来越差 事后他所有的资源都被封锁了 鸭蛋和丈夫王金龙离婚后 净身出户 鸭蛋失去了所有的生活来源 很多人没想到鸭蛋会被禁 曾经鸭蛋也是一位 风靡全国的小品演员 他的喜剧技巧经过了考验 但这样的结局真是太可惜了 家人们喜欢看鸭蛋出演的小品吗 关注悠悠 带你了解更多明星故事 李小坡 樊世界 忌亚离母